-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不是名家的名家觀點,我是台灣星火 這個很高興就是說同文勳律師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利用他的時段來分享一些我對於時事的看法 今天我們要針對的主題是從加利事件來看執政黨的口罩國家對政策到底有什麼問題 可能有些人會好奇說為什麼加利的老闆林明敬先生他已經多認罪了 而且他現在也不再對外發言 為什麼我還要針對加利的事件來做分析跟分享 我想主要的理由第一個是說我想要知道加利到底是整個國家隊體制裡面的一顆老鼠屎 還是他是整個大政府國家隊裡面的冰山一角 那要判斷這個問題是屬於哪一方面的話 我們首先就要知道這個政府跟加利的老闆他們哪一個講的話比較可信 那加利的老闆在9月3號加利混沖的事件爆發之後 他當天晚上第一時間接受媒體的採訪的時候講了非常多他的委屈跟苦衷 但是隔天之後就被排山倒海的訊息給壓制了 全部都罵他是黑心廠商圖利 然後可能是慣犯 也就是說在隔天之後所有的媒體政府的說法 都是把他當成是一個說話不可信的人 可是事實是這樣嗎 如果說今天我們用同樣的標準 比方說因為加利的老闆他做了錯誤的決定 他認罪之後成了戴罪之聲 所以他講的話我們都不用去信 不用去查不用去追究完全不用理會 全然的相信政府就好了 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的話 那我們不是有無數個理由不要相信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嗎 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做錯過事嗎 沒有國家犯罪嗎 沒有封存過弊案嗎 沒有對自己的家族利益說不清楚嗎 如果有的話 為什麼我們可以完全的信任政府的說法 而直接把加利的老闆林明靜當成是一個十二不赦的罪人 就讓這件事情結束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追查這件事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政府的可信度有多少 還有他執政的執行能力和效率到底有多少 他背後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這個東西會牽扯到很廣泛的層面 比方說最近開放了瘦肉精美豬 政府是不是公開對人民說 放心我們是依據科學的標準 而且進來之後我們會嚴格的把關 那人民要相信他的嚴格把關嗎 同理如果今天他在管理這個口罩國家隊 對外宣稱是多麼光榮 多麼有效率多麼棒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發現說 他其實內部管理有很大的問題 他整個機制有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你還會相信他對他在美豬這方面的時候 他說我們會嚴格把關嗎 不只美豬還有接下來的數位身份證 現在也爆出了爭議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爭議 那麼政府是怎麼回答我們的呢 他是說放心 換數位身份證是政府政策的頭等大事 我們一定會非常嚴正的處理 又是一番這樣子的話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相信他呢 數位偵查法也是一樣 今天法務部給了人民六天的時間 他就要公告這個數位偵查法的法案 他對外一樣都是說大家要放心 要相信政府政府不會亂搞 而且一定會很謹慎的 處理大家的隱私跟個資 我們怎麼樣相信這件事呢 當然不能靠藍綠的立場 或者是對政治偶像的信仰 我們必須從每一件事 每一件所發生的事情上面 去客觀的理解 現在這個政府 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心態 什麼樣的方式來執政 那第三個原因是因為 我認為我個人認為 以徵收為主的國家隊 基本上是違反民主原則的 我們知道加利的事件是發生在 口罩開放自由買賣之後 在開放之前 所有的口罩產線包括原料 都控制在政府的手上 在國家隊成立之初 這個東西是有必要的 而且有急迫性的 但是就在我們口罩量產大爆發 我們的戰備儲量滿水位 而且口罩已經開始到處送 產線也到處送的時候 我們卻仍然要把口罩國家隊 這樣子的機制延續到12月 這是為什麼 而偏偏就在這個時間點 一開放沒多久 加利就爆出了混沖的事件 而且林明進還講了非常多 他的委屈 他的委屈對我們 他個人的委屈對我們來講 可能不是這麼重要 但是他所揭露的 國家隊內部的問題 卻對我們接下來 針對每一件民生法治上面的政府措施 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我們有必要針對這樣的事件 從這個角度切入來看看 政府到底是怎麼樣在執政的 針對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林明進在9月3號晚上 當天 他接受媒體訪問之後的影片 因為我到最後面 我除了可以給我員工錢以外 我會要他的命 我沒有辦法給我的員工休息 再加上我們之前有少數的一些混帳國家隊 他把一些不良品全部混在裡面 那是刻意加進去的 一般台灣的醫用口罩 防護效率很差 只有95% 但是我交給政府的實名制的口罩 那是工業級的口罩 防護效率有多少 我有送測過99.8% 衛福部已經講了 我們真的國家隊徵用 如果不交的話 他會吊銷我的藥證 但是我們有兩家國家隊 那是很大間的 那兩家每天徵用800萬片 那兩家合起來 的徵用量是160萬片 夠大了吧 他們六月份完全一片都不交 交國外去發財了 但是我們其他國家隊 要補他這個缺口 方便透露是哪兩家 一家在英哥 一家在高雄 我最氣憤的是 當時他拿一張空白的單子給我們簽 空白的單子要我們簽 跟他講你先簽名 那個沒有什麼你就簽簽名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後來跟我們講 是你們自己同意的 他是拿空白的單子騙我們 政府居然騙我 可是你當時要徵用46% 是你讓我簽空白的紙 你回去再打文獻 林明慶在9月3號晚上 接受完這個採訪之後 隔天他就封口了 他的公司被剪掉 被勞檢局開始搜查 那他在這個影片裡面 揭露了六個事情 大概有六個重點 我給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 林明慶聲稱他是 因為負荷量太大 導致員工長期加班 他說我除了給他們錢 我不知道還能給他們什麼 第二 他說政府在決定 這個口罩開放後的定額徵收量的時候 並沒有事先告知他的徵收的比例 他是在一張空白的紙上面簽名 最後卻變成了政府聲稱的合約 林明慶在講這一點的時候 他的重點應該是說 他在簽名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的徵收量是46% 第三點 李明慶表示 有一些跟政府交情好的大廠 他不用定時定量的矯徵收量 然後可以延緩 他們所缺的量 所以他用中國制的進口口罩來混沖 他曾經向政府反映 他的產量產能所遭受到的壓力 結果呢 他說政府用取消藥證來威脅他就犯 你必須要配合他 第六個 他說 加利中國進口的口罩 他的效率 比一般的醫療口罩還要高 他說他犯錯了 他不該混沖 但是他不是黑心廠商 這是林明慶在9月3號晚上當天 他表達出自己的看法 下一段回來我們來看看檢驗一下 林明慶的可信度高 還是政府的可信度高 第二次發生的事 在哪兒 前面的投票 我去看檢驗一下 一位 就是 進口罩 那一位 你也一直在無欠傷 我去看檢驗一下 我們在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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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控 那王美花第一时间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林文静所说的 空白合约跟征收量的问题 在根据中央社9月4号的报道 王美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说完全不是事实 她说每个厂都有固定的征用量 有些厂商国外订单非常满 可能向食药署表明要缓一些 但是绝对没有说A厂商的量要用B来承担 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情 然后根据征用的比例 王美花表示 6月开放部分口罩在自由市场买卖后 食药署找厂商开过多次的会议 每家厂商都按比例统一标准征用 过程公开透明 也因人要征用 经济部也协调让厂商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到熔喷布 我们来看看王美花之外 陈时中是怎么说的 陈时中根据这个报道上面指出 他说开放自由贩售之后 每家口罩国家队以原本产量的47%进行征用 例如他原本每天可以生产100万片口罩 他开放之后每天的征用量就从100万片降至47万片 他更强调是说考量国内疫情趋缓 也给予业者休息缓冲期 原本6月要交的口罩量可延后至7、8月交 一方面避免业者过度负荷 另一方面也顾及国际市场及外交需求 从王美花跟陈时中他们的说法来看 第一的确是有厂商他可以不用按时交 他只要跟政府说我赶不出来 或者是我这个月订单量太大 他就可以延期缴交 这个已经是被王美花跟陈时中证实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 我好奇嘉丽有没有这种意量的空间 因为从林明镜第一时间 他所表达的意见来看 政府并没有给他 斟酌46%会不会过重这个空间 但是当事件爆发之后 王美花也好 陈时中也好 都说嘉丽从来没有反应过 这个是事实吗 我们来看一下另一段报道 在9月4号的时候 媒体采访了指挥中心的物资组 组长蔡壽权先生 那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们问到这个征用量跟空白合约的事情 蔡壽权组长他在记者会当中表示 无论合约签署与否 皆不影响口罩征用量 这句话很有趣 然后他说 他们的评范标准 是以在2、3、4、5月的全面征用期间 统计不同厂商的产能 作为定额征收的比例换算 47%的征用额度外 剩余产量由厂商自行签回同一单 意在让业者能保有弹性 多赚点钱 空白合约并不存在 也不影响厂商生产口罩的压力和征收量 我认为很有趣的一点是 他强调的是说 合约签署与否 皆不影响口罩的征用量 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在说 基本上口罩的征用量 就算你在签的时候 比方说家里的老板 林明静好了 你在签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被征收的量 但是你也 其实你没有权利去反驳它 你没有权利去抑价 因为 你的合约内容的签署 不会影响口罩的征用数量 也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你在全面征收期间的产量是多少 就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比例 47%去做征收 所以不管你签的 是不是空白合约 基本上 都不会影响你的征用数量 因为你过去的产能就在那里 所以最后呢 家里得到的征用量是 46% 大概是19万片 但是在这样子的前提下 我们就来看看 王美花也好 陈时中也好 蔡壽权也好 他们全部都在讲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口罩国家队有66家厂商 那么这66家厂商 其实征收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全面量产期间的47% 当我们看到上面我转述的这三则报导的时候 一般的人民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会有这种理解 哦对 大家都是公平的 每个厂商都是征用47% 那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例外的例子 事实上例外的例子是有的 就在9月4号的下午 TVBS新闻网 他去访问了另外一个口罩国家队 叫做华欣 在这篇报导里面 他指出说 华欣口罩对于中央征收比例表示 他们每天提供22万片 占产能的24.4% 因为产量需求高 的确有生产压力 主要是缺料缺工 夜班即使有津贴 员工的意愿仍然很低 其中还提到 华欣的产能一天是90万片 其中22万片交给中央 占24.4% 其他68万片可以自销 包括国内外销售占75.6% 那从这篇报导上看起来 口罩国家队里面 就是有的厂商 他不用收到47% 这是提供第一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例子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 ID加入好友 键入 at VTW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 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 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林明镜第一天的採访 受访当中 其实他也有提到这一家 他说有两家大厂六月七月都没有缴真用量 记者就追问他说是哪两家 结果林明镜在当时回答说一家在高雄一家在英格 那很多人一听到说一家在高雄的口罩大厂 直觉反应就是晋星 就连我身边的朋友家人 有在关注口罩的 有在买口罩的 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说这是晋星 果然没多久晋星就发出公告了 他发出了一份声明函 他要驳斥这个嘉丽的老板林明镜 他按指说他们公司没有缴真用量 他的声明函上面是这样写的 他说原征收邮局仓库调动空间 进行征收时间调度 并如预期内缴交完毕 重点在这里 他说六月征收额是2130万片 已于7月10号缴交集管署丰田仓完善 7月征收额是2040万片 已于8月6号缴交中华邮政总仓完善 那这边有两个重点 就是他6月7月的征收额 6月是2130万 7月是2040万 那么晋星他的被征收的比例 有符合我们之前王美花陈时中他们提到的 固定产能的47%吗 要我们要知道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可能要知道说 晋星他的日产量有多少 那这样子的数据可以从另外一则报导中得到 就在今年的4月8号 苹果日报针对晋星做了一次专访 它的标题是这样 口罩厂模范生日产208万片 好 208万在4月的时候 在6月12号的时候 联合报又有一篇报导 这篇报导是说 赖清德 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 他参访晋星科技 期许口罩国家队打国际杯 那在这篇报导当中说 晋星本来一天产量只有1万多片 而且是用脚踏车载到市场摆地摊行销 现在单日产量已经充到230万片 居全国第二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4月份的时候 晋星这家公司在4月是全面征收的时期 他的产量已经是208万片 到6月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每一天可以有230万片 那如果我们回头去推估 像林明镜他在签这个意象书的时间 是5月27号 那晋星如果在签这个征收 定额征收意象书的时间 应该跟林明镜是差不了多少 那么晋星在4月的时候有208万 在6月的时候有230万 也就是说 他在签下这个意象书的时候 口罩的每日产量 应该至少不会低于210万吧 那么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 刚才我们从他的声明当中得到的数据是 他6月他的征收量是2130 7月是2040 换算下来每一天他的产量 他要交出去的征收量 大概就是在68万到71万中间 那么你把这个每日的征收量 跟他每日的全部的产量相比之下 他有被征收到47%吗 并没有 差不多30%左右而已 或许可能有人会说 他可能不是每天开工啊 可能他周休二日啊 但是事实上这不是事实 因为根据经济部 他们公布出来的一项书 就是用来打脸加利老板的那份一项书 那份一项书里面写的很清楚 针对加利他的征用量是每日19万片 每周是133万片 这样子换算下来 他一周要产7天 对吗 因为19万片 你产7天之后是133万片 也就是说 像以加利为例的话 每个被征收的口罩国家队工厂 他的日征收量 是每一天都要产出的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定额征收的标准 真的如王美花所说的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统一 那静心应该也是每天都要交嘛 可是如果是每天都要交的话 以静心自己公布出来的数字 这总不会错吧 跟他的全部的产能换算之下 他并没有被征收到47% 那如果你又说说 可能一开始没有 因为他是从二三四五月 平均下来算的总产能 所以静心因为前面的产能比较低 后面的产能比较高 所以平均算下来 他可能需要被征收的量的 去除的那个总产量 其实没有他四月或六月的时候这么高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加力难道不是吗 而且我们用一个比较公平的标准来看 加力从一开始加入口罩国家队 他就是被分了一部的机器 是政府配给他的 那静心呢 静心总共配了几部呢 根据这个报导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导 静心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 他的员工是26人 他的产能是三条成人 一条儿童 一条活性碳 一条未开的旧产线 共计六条 每日最高约27万片 武汉疫情爆发之后 他的员工增加到了40人 产能也大爆发 因为经济部新增了九条产线给他 再加上他原本厂内的六条 他总共有15条产线 每日最高约150万片 清明廉价后已达208万片 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那么加利一开始的产量有比静心多吗 其实并没有 如果根据报导者在4月份 对加利所做的专访来看 里面描述都 加利在被征召进口罩国家队以后 要24小时不间断生产 平均每日才能交出30万片 也就是说加利在一开始的产量 并没有比静心来的高 那他们如果用他们的 二三四五月的总产量 来做这个定额征收的比例来看的话 加利被征收到46% 那静心为什么不用 从华星的22%左右 到静心的30%左右 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王美花也好 陈时中也好 他们所向社会大众传达的是说 大家都公平 每个人都是所有产能的47% 其实不是事实 也间接的证实了加利老板说的 政府的确有大小眼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你在定这个定额征收量的时候 可能你对华星 对静心 你有让他们去异量的空间 但是加利的老板 他自己说他是没有的 空白合约的争议是这样子来的 那林明镜 基本上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犯了一个描述上的错误 他的讲法很容易让人家会误以为是说 政府拿给他签的 是一张完全空白的A4子 但是后来从客观事实来看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那时候政府拿给他签的异象书 上面是有要征收的意愿征询 但是征收的定额的量跟比例 并没有写上去 从事后的客观事实来看的话 的确有这个可能性 也就是说 加利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面对了一个 可能他自己会认为不公平的状态 第一他只是一个小厂 第二他只从政府这边得到了一台口罩机的产线 而他在自由开放之后 他在可以自由买卖之后 他所负担的征用量 却比其他家厂商来得多 而像靖新 他从政府这边拿到了九条的产线 可是他的定额征用量却比加利来得低 这会不会是林明镜 会有不满委屈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下一段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不肯请临时工 宁愿让他的员工加班 第二 他曾经违法资遣员工 而且不想付资遣费 还有少报了他的劳保费用 结果被判赔了15万 在这样子的攻击跟指控当中 林明镜在9月4号之后 就再也没有对外公开发言过 那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指控 是不是事实 在9月9号的时候 新北市劳动检查处 请了加利公司相关的人士 到劳检处 来做这个劳工检查 结果是什么呢 上面的报道上面是写 初步发现 家里有员工整个月没有休假 一个月加班工时达到100个小时 是法定加班工时46小时的两倍多 其中月薪达9万的这名员工 整整一个月没有休假 然后劳检处的委员又继续说 他说加利有使员工超时工作的情况 有员工单月加班达到100小时 整个月没有休假的情形 已经违反劳机法将依法开发 所以从劳检局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 林明镜说的是谎话吗 他说我的员工不能休息 那客观事实的确证明了 他的员工的确是不能休息 他还必须因此受到劳检处的处罚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报道 林明镜是不是贪财不肯请人 苛刻员工 那一样在9月9号 这是另外一篇联合报的报道 他说加利科技的移工 还不是本土员工 他说是移工 月薪高达9万 劳检处要调查是否违法 那内文是什么呢 内文是说 加利科技公司总共有30名员工 其中有6名是移工 根据了解 加利科技公司曾在地方招募人力 一名移工月休两日 一个月薪资高达八九万元 所以从这样子的调查的结果来看 加利有不请人吗 看起来是并没有 他的确想请人 那他给的薪水不高吗 如果从移工 光是移工 他就可以拿到9万多的薪水来看的话 这个老板并不是非常小气 那他为什么找不到人 林明镜在报导者的报导当中 他也曾经表示过 他的工厂一直都非常难找人 在东升新闻曾经访问过他的 一篇报导当中林明镜也说 因为他的工厂处在巴黎 所以那个地方很少很难去增到 他想要的人力 而且在口罩开放自由买卖之后 他除了要应付国家队的征收量之外 他还要满足自己旧的客户 否则原本维持的这个订单的产量 很可能就会被别的公司抢走 那林明镜他基本上是想要请人的 肯给钱的 这个已经从老检处的检查当中的结果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了 政府一直以来都宣称 加利他可以把22万片的原料用光 表示他自己宣称说 你给我19万片的量我消耗不了 这不是事实 因为事实上而言 加利还是能够另外生产 他自己的盒装口罩 然后自行出售 可能接收订单 或者是放在市场上零售 所以政府说 产能不足全是谎言 那我个人认为政府这个说法 这样子的推论倒不能说完全错 但是他只对一半 为什么只有对一半 因为第一 加利这间工厂的产线 不是你政府的 他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人民的资产 他是林明镜赖以为生的 事业 今天你政府如果用了一个有急迫性 有必要性的理由去征收他的资产 他可以配合 但是你不能把他当成是理所当然 当政府用这样子的态度去看说 你明明就还有产量 你还能做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跟我讲的一切 都是不合理的 你根本就还附和的过来 如果今天我们用这种心态 来看加利当时面对的状况 你是不是会好奇 我们前面提到说 陈时中广美花都说 加利从来没有去跟他反应说 产能有问题 他负荷不来 陈时中甚至还说 我们为了体恤厂商 所以让大家可以是国外订单的数量 或者是产能做调整 可以缓交 这样子的优待真的会发生在加利身上 因为当加利现在说 19万对他来讲太多了 19万片对他来讲太多了 而政府反驳他的理由却是说 你明明可以做到20万片 你明明就可以有其他的口罩拿去卖 所以你的19万是合理的 你的理由不成立 那么就算过去 加利的老板曾经向政府反应说 我负荷不了了 政府是不是也是用这种理由回应他的呢 你们不会好奇说 为什么像靖兴 像华兴 他们的征用量 看起来跟政府是有商有量 而且都远远的低于加利 那加利的老板 应该也不是一个笨蛋 如果他事先知情 他知道政府会征收他46% 而且他也如王美花所说的 每家公司的征用量 大家彼此都知道 也就是说 林明镜应该要知道 其他公司的征用量比他低哦 但是 林明镜仍然愿意答应 这46%的征收量吗 他本人是否认的 而从客观事实上来看 他的否认 也是合理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2345这几个月 全面征收的时期 包括加利也好 包括其他的口罩国家队的厂商也好 他们的生产线是有国军在帮忙的 以加利为例的话 根据报道 在全面征收期间 他就有五名国军 是在他的工厂里面注点 帮助他做生产包装 也就是说 当政府最后要在开放之前 做定额征收的考量的时候 他们所考量的状况是 过去有国军帮忙的状况 他的产量是 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撑起来的 而在开放自由买卖之后 国军退场了 那你定了一个47%的征用量 对于已经没有国军支援的厂商来说 还是47%吗 应该是超过47%吧 而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加利又看到说 有其他的厂商 第一征用量的标准比例 跟他不一样 比他低 第二 这些厂商很多可能拿到的口罩产线 比他多 加利只有一条嘛 第三 这些厂商跟政府可以有商有良 我们要什么时候 我们可能遇到什么困难 要晚交货 政府可能可以答应 但是 加利的老板林明静却说 他有向政府反应 但是政府却拿药证来威胁他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下一段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VTW 加入好友后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那么 嘉力 如果他有跟政府反应 说他的产能 有点不堪负荷 林明镜在9月3号是说 他被用药证威胁 而政府这方面是说绝对没有 但是我们刚才过去看到的这些客观的事实 你会发现政府所讲的话 很多都在打折扣 然后我们来看看媒体的报道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 针对林明镜的公开喊话 工业局曾经回复 他说有药证就有被征用的义务 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在接受中央社的报道的时候 他也曾经说 面对林明镜指控 有大厂拒绝缴交征用量 导致产能落在小厂身上 王美花驳斥完全不是事实 他说每个厂都有固定的征用量 有些国外订单非常满 可能像食药署表明要缓一些 但绝对没有用A厂商的量 要用B来承担这件事 而最后呢 他说为了公平 只要厂商有药证 口罩就要被征用 假设药证今天被取消掉 就不是国家队了 后果厂商自己要负责 其实这段话很有趣 王美花今天用这种态度 来回应林明镜 你不会好奇 如果林明镜去找经济部说 那个我46%我真的吃不下来 我的员工已经加班超过100个小时了 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那如果王美花那时候是回答他说 为了公平 只要厂商有药证 口罩就要被征用 你说你不想干是不是 假设药证今天被取消掉 你就不是国家队了 后果你自己负责 你觉得林明镜所收到的讯息是什么 所以整体过来看 林明镜他在过去从2月开始 全面征收期限 这间工厂完全的配合政府 为什么他会在6月1号 要开放自由买卖之后 就突然出事呢 原因是不是因为 其实过去在这整个国家队运作的体制当中 对于加利这间公司客观来看 的确是存在着不公平的事实 他跟加利跟其他厂商中间 的确有不对等的事实存在 从口罩的征用量 从能不能延期绞交 到会不会被用药证威胁 林明镜有说谎吗 林明镜曾经说 有别的国家队有在做 同样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呢 连陈时中都说有 然后前一阵子 好评就被查出来了 他说他的员工加班超时工作 有没有呢 有 老简处已经证实了 他说他给员工高薪 有没有呢 有 他连移工都可以拿到超过9万 他说大厂可以不按照时辰角 增用量 有没有呢 有 而陈时中跟王美花是说 大家都可以这样 只是加利很明显的 他没有得到这种 异量的空间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还没有证实的项目当中 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追踪的 第一 加利从中国进口的口罩 到底效率如何 林明镜一直声称说 他的效率很好 超过一般的医疗口罩 但是陈时中说 因为你违法在先 所以我不厌 陈时中的说法 如果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 无可厚非 因为 加利就是一个 他所管辖底下口罩国家队 出包的一个例子 但是就我的角度 我却非常想知道说 林明镜说的是不是事实 因为 经过这些日子以来 从9月4号开始一直针对林明镜的 谩骂 指控 到最后发现 他讲的其实跟事实差距不大 甚至有的媒体会拿林明镜说 他过去的勞资纠纷来证实他是一个灌老板 但是当我真正去把那件勞资纠纷的审判书 判决书掉出来看的时候 却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基本上那是一个本身就有问题的员工 而林明镜在 之前这个员工的时候 犯下的错误是一个非常低阶的错误 因为他要求这个员工马上离职 可是他在知遣事由上面 他却写了一个必须要预告离职的理由 那后来 加利曾经向这个劳工局去申请更改 这个知遣事由的代码 但是因为他只是片面的向劳工局去做更动 而没有知会到这个被知遣人 所以法官认为是说 那按照你第一时间给出来的知遣理由 你的确是应该要做 至少你要做预告知遣 也就是你必须要负担知遣费 还有相关的一些离职上面需要的费用 这个东西能够证明加利是冠老板吗 我们要知道说 依我个人的经验 冠老板通常必备两项条件 第一个是他很 他必须要有很干练的HR 第二是他的法务要够强 因为冠老板嘛 他如果很习惯去苛刻员工 从员工身上把员工当成消耗品 然后来做完全商业利益上面的考量 该用就用 想要你走时就让你走 他一定势必会遇到非常多有关劳基法的问题 那林明镜在处理这个之前问题员工的事件上面 犯下了一个这么低阶的错误 基本上而言他有资格做一个冠老板吗 对我而言是没有的 那么林明镜说原本要求生产线全开的46%产量 他是指加力 他曾经很明确的讲出数字 说因为有大厂不缴 所以他7月份的时候增加了7.2%的产量需求 8月份的时候又增加了6.8%的产量需求 这是加力口罩事件有待证实的项目之一 而我记得在9月4号的时候 检调劳工局就已经把加力相关的这些出缺请 然后这个口罩出货的单据全部都收走了 那么如果今天林明镜把数据讲得这么清楚的 7.2% 6.8%都不是事实 那么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有义务有必要 直接拿出证据证明这个政府是可信的 林明镜说谎 为什么 因为这政府还往后还会执行各种 跟我们民生 法治体制有关的各种措施 政府必须透过不断的证实 自己的诚信 自己的信任度 你才能够让人民继续支持你 而不是永远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来讲 口罩国家队 我个人目前看起来 它只是政府执政效率和心态的冰山一角 发生在口罩国家队上面的事情 很可能也会发生在美租管理 很可能会发生在数位身份证 晶片制作 很可能也会发生在数位侦查法 整个立法过程当中 如果今天政府没有时时刻刻去验证说 他自己是值得被信赖的 而全部都要人民去相信这个机构权威 政府说什么 你就必须要相信 不能问理由 所有质疑政府的都是你的敌人 这不是法西斯 这是什么 如果说今天台湾的人民 习惯了用蓝绿的立场倾向 或是习惯了用政治偶像的信仰 来取代说对客观事实形成的判断 那我们就没有能力去监督政府 而像口罩国家队 这种用征收人民资产来应急的措施 到最后会变成是常态 那这个政府就可以无法无天的征收人民的资源 而这个看似光荣 很荣誉 然后让大家感觉到被照顾的政策 它的背后 它这个体制的背后 很可能是效率不张 很可能是利益勾结 很可能是分层剥削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还是想要知道 加利口罩事件对于整个口罩国家队体制 到底揭露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体制的错误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VTW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录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职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就是要介绍大家几款保养品 我们VTW商城的商品坚持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在地台湾制 海外弃作的话 也一定是台湾人去弃作 这是我们的两个原则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帅哥 他是瑞城生衣国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曾陈佑 陈佑是英文名字是Ricky 大家好我是Ricky曾陈佑 我看你的学经历 其实你是学干细胞的 算是 你是中山医学大学 对中山医学大学 一开始你就在国际检验 然后生医公司 还有干细胞应用协会 你是讲师 你对于干细胞的实验跟培养 这本来就是你的专长 是没错 为什么会去做保养品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其实保养非常多 但是所有知名品牌 他都是国外的 在台湾来说的话呢 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品牌是推到国际上面的 我自己本身是有老婆了 即将小孩要出生 然后再像妈妈 他们都是一定都有用保养品 因为女生就是爱美丽 对 加上我自己本身 其实就会制作这些东西 因为机会之下 跟我的几个朋友 就一起合作 反正这样我有技术 大家都有资本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创立了这个品牌 所以你的团队 基本上都有生医的背景 我先要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会接触到他们的产品 其实是朋友送的 就是我其中一个闺蜜 这些女孩子喜欢买东西 然后买一买就发现说好用 所以我就开始试用 试用了之后 我就知道为什么 我这么挑剔的朋友 这么爱用他 第一个 他的价格真的好实惠 因为我们就是想让大家 不论是学生族群 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的小资族群 或者是甚至于妈妈 或是所谓的贵妇 大家都可以使用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 这是好用的 对 然后再来这么挑剔的人 为什么会觉得好用 原因是因为 他真的有效啊 我那个朋友 挑剔到什么程度呢 他本来是买 左边这个 那就是这一组 是所谓你们的吉润的系列 对不对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三个是什么东西 这三个来说的话 就是化妆水跟精华油 精华油 它是精华油 它不是精华液 然后再来是乳霜 它最后大部分的订单 都是这一支 对不对 精华油 所以就知道说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完全没有Q过 那我用的结果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精华油 因为我本来我是油性的肌膚 我不太喜欢用油的 对对对 可是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真的就是保湿可以锁水 对不对 对 然后包括化妆水怎么用 我也是从Ricky身上重新学习 来告诉我们化妆水要怎么使用 那第一道步骤就是化妆水最关键 那对化妆水来说 它大部分都是 大家都会只上一道 或是上两道 那大家就会讲说 这是错误的 也不能说它错误 是大家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都是这样子做 可是因为现在的 也有环境的因素 或是大家工作忙碌的因素等等 生活压力 所以基本上我们人体的就是水分 会就是越来越流失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像化妆水来说的话 也要就是因应食人力物等等 去做改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除了你可以用在手线上 然后把它轻轻拍打完之外呢 上个第一道 那如果你觉得很快就吸收了 这不是代表好事 这代表你缺水 所以呢你必须要再上第二道 甚至于第三道 基本上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呢 你会可以尝试看看 可能会上到五道六道七道都有可能 当你上到你最后发现 有点浮水的情形之下呢 这才代表你的水分是足够的 上这么多道 我觉得成分会影响很多 就是说为什么它可以锁水 以及你里面放什么东西 你下了很多的重本 可是你价格定的很便宜 你坚持在产品里面 只放有效成分 对 先介绍这个好了 这个是吉润的复活修护露 这个就是化妆水嘛 那我看你的讲的这一个 里面的主要成分 海藻胶 锁水 磁石 综合本草维他命 对 因为海藻胶来说的话 它本身基本上就是 它里面有含非常丰富的锁水因子 对我们第一道来说的话 我们会添加这个东西 就是想要让你一开始就有一个 所谓的保护膜形成在你的肌肤的表面上 那形成在你肌肤表面上来说的话 你就不会去容易让你的水分流失 对 第一次使用要按一下对不对 对 因为它有所谓的空气 压瓶算是比较特别 它比较 就是你带出门来说的话 它发现包補出来 对 因为我们的瓶身 都是有另外特别找过设计过的 锁水磁石 我看到很多化妆品 保养品也在讲到这件事 现在大多数都是添加在 高级保养品 添加这东西来说 它可以拉到6到8小时 手背上面有擦跟没擦 天壤之别 所以它确实有 马上就有看到效果的这样一个本质 最主要的技术是在于 所谓的薄膜技术 那所以这个是修护露 我自己很喜欢 这是修护露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精华油 上面有复合式的油脂 包括坚果油 海藻油 金盏花 羊柑橘 这个都是油类 小麦油 酪梨油 虎虎吧 然后再来它有Q10 黄旗 千日菊 黄花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用途是希望能够滋润脸部的肌肤 抚平皱纹 恢复肌肤弹性 然后呈现肌肤的光泽 我觉得每一次再用一点点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基本上它不用一滴基本上就可以了 全脸几乎都可以推开 所以有了化妆水之后精华油吗 这个顺序是这样子吗 1 2 3 对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晚霜了 是 它其实早晚都可以使用 白天也可以用 所以我叫它乳霜 我没有叫它晚霜 听说有一些属于晚霜系列的话 它白天如果擦可能皮肤会更黑 日霜跟晚霜的差异性是在于说 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增加 真正的强调就是肌肤想要恢复含性 或是想恢复像Inner Baby的肌肤等等之类来说的话 强调低一点 真的低一点就是保湿很重要 当你保湿做好之后 你会发现你很多的一些肌肤的不适应 或是觉得肌肤会痘痘啊 或是说妆感不服帖啊等等之类 它基本上都会慢慢的去改善 好那所以主要成分是植物类肉毒 这是什么 效果去跟病毒类的东西是一样 但是它是天然的 好所以不要看到肉毒这个心里很害怕 它有深层保湿的效果 然后有复合式的神经吸安 现在基本上也是在近三年来很流行 它就是会做一个讯息传导等等之类 让你保水的因子 能够让你自己促进你自己生成 理解 这可能跟远文外线感觉有点相似 有点类似 就是让你的细胞自己 给它能量它就自己工作 与其外在补充不如让它自己工作 然后纳豆精华 蜂蜂姜脆 再来就是三盛态 可是这些东西如果都是主要纯盛进去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昂贵的一瓶乳霜 没有错而且我们的配方的比例也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大家都是由小往上加 我们是由最大的%比例往下调 乳霜类的产品它只放2%的话 最贵的它就是从2%开始放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两边就是年轻款的跟这个比较熟龄的 共同会用的一支就是清洁嘛 因为清洁是所有是基本的工作 对 没错 那清洁我知道是你亲自设计的 你为什么把它设计成是一个结盐的慕斯 不然是用凝胶类的或是像一般的乳霜类型的洗脸 或是像现在用的慕斯类型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 透明呢 效果基本上其实都一样 清洁力都是足够的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就是想要做成慕斯形状来说的话 也没有什么态度就是因为我个人喜欢用慕斯 就这么简单 OK 它很容易取用 因为它就是压疾的瓶子 然后慕斯就出来了 压一下或者有的就是压两下 基本上就够用 它主要的成分是纳豆精华跟印度三扁豆的萃取物 它也是属于保湿精华类的一种 那它也会促进你的身体的保水因子增生 那我其实问过你就是说 包括有没有过敏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是因为有一些人添加了法定的防腐类的东西 对不对 有一些人对这些东西过敏 那所以我们所选的这些所有的有效成分类比来说的话 我们都是选择最低敏的 所以我目前是用到现在 有超过百位 那没有任何一个是有任何的肌肤的红肿或是过敏 我自己也没有 完全没有 这些都是有所谓的原厂给我们的一些数据 国外原厂给我们的数据 那我们当然不能只相信原厂 我相信的是文献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要问 你的有没有产品保险 有 我们有产品保险 那产品保险是哪一家公司 南站保险层 所以有产品保险 大家不要担心 这东西基本上就是国际大厂品牌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按照他们的流程下去做 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一样是专柜国际品牌的品质 但是会是台湾非常亲密的价格 有没有男生在用 男性在用你的产品 其实这有啊 男生也能用啊 男性基本上我都会推荐他们直接用超润就好了 因为男性本身就是比较容易出油的肌肤 再加上男生比较爱吃 身体各方面的养分其实都很足够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Ricky 带给我们这一个两款的保养的 非常好用的这个产品 然后真的是佛心价 那我们即将在我们的这个VWT Level 这个商城上架 敬请期待